老无老 老无老 老无老已经知老 你也败过了 你也不知道 这什么意思 还给我 不给 还给我 不给 妈妈 咱们今天坐几多车 坐607路车 咱们今天去姥姥家 太好了 去姥姥家了 来 乖儿子 过来坐会儿 好的 好的 老板 你就放心好了 嗯 嗯 再见 哎呦 这个北方的冬天 还真的是冷啊 老爷爷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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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那是不是个老爷爷坐在地上 是啊 别过去 我妈说了 陌生人的是少管 可是这么冷的天 老爷爷不会有事吧 千万别过去 有这么多人在呢 咱还是别管了 妈妈妈 那边怎么有个老爷爷坐在地上 回来儿子 噓 别说话 可是妈妈 老爷爷看起来很疼呀 哎呀 儿子 你看 这里那么多人呢 会有人去扶的 你还小 哎 对了 今天去姥姥家 想吃什么呀 嗯 我想吃 大爷 你没事吧 哎哎 大爷 你保持好这个姿势 我拍下后 发到微博和朋友圈 你放心 我的粉丝是很多的 他们看到后 一定会转发 你的家人 一定会来接你的 妈妈 服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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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那边我跟老爷爷摔倒了 哎呦 还真是 哎 你慢点 老先生 你没事吧 我摔了一跤 脚扭伤了 没什么大事 老爷爷 我奉你回家 哎呦 孩子们呀 你们担心的 我们这些老人 都理解 我呢 也不会说什么 大道理 只是想起你们 想一想 如果今天 是你们的父母 或者爷爷奶奶 摔倒在这儿 你们也会 不服吗 你们也希望 别人 不去服吗 爷爷 对不起 我们知道错了 不怪你们 不怪你们 是我自己 不小心摔倒的 人老了 不忠用了 但是孩子们呀 你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上随时随地都有需要被帮助的人 如果我们都在犹豫的话 那该有多少人失去被帮助的机会呀 叔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老师说了 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对不对 妈妈 要是以后再碰点有老人摔倒 我可以去帮助他吗 当然了 好儿子 今天是妈妈不对 以后啊 我们要是遇到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还是要帮忙的 嗯 现在我知道老老 以吉人之老是什么意思了 我也知道了 就是要像关爱自己家老人一样 关爱所有的老人 大爷 我送你回家 老爷爷 我帮你提东西 我来吧 妈妈 我也想去 走 一起去 我帮你